我国又一项航天活动已经进入了准备阶段 长征二号F火箭即将发射升空 但是这次长征火箭搭载的内容却十分让人好奇 这次的实验任务据悉非常重要 近日随着疫情的逐渐过去 许多企业和个体都开始走出家门准备复工 复工的不止都市里的上班族还有火箭 不久前 我国又一项航天活动已经进入了准备阶段 长征二号F火箭即将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航天工位发射升空 但是这次长征火箭搭载的内容却十分让人好奇 据官方说法 这次的实验任务对未来空天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搭载的究竟是什么呢 许多专家学者推测 很有可能是传闻中的航天飞机 也有人猜测 这次试射的也许就是当年在某省电视台新闻节目中 惊鸿一线的神龙空天飞机的后续发展型 所以九泉发射中心的航天器需要经过铁路运入 而铁路隧道也许的最大直径就是3.35米 从这一点来看 这次发射物品直径较小 因此有不少网友推测 这次我们要发射的或许是类似美国X37的小型航天飞机 说起来 当年美国和苏联之所以放弃继续研究航天飞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其成本实在太高 最初美苏在军备竞赛中 美国空军选择在载人航天工程上投入了巨额资金 X37就是当时的产物之一 美国集中力量搞航天飞机X37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建造空间站 以取得对苏联的优势 但是后来随着冷战的结束 再加上航天飞机的高额投入 这项计划就不了了之 不过如果克服了成本问题的话 相比载人飞船 航天飞机的优势更加明显 首先 如果航天飞机的技术继续发展下去 由于可重复使用 所以它的成本能够不断降低 第二是它可以把太空上的东西完整带回地面 可以保护其中的货物 第三是 即使没有受过专业宇航员训练的人 也能乘坐它上太空 那么为什么说 中国这次搭载的可能是航空飞机 是因为随着这么多年 中国科技水平的发展 中国许多的先进技术 已经达到了制造航空飞机的标准 首先 航空飞机在大气层中飞行 需要克服很强的阻力 因此要有更大的胜利 才能更快更大幅度地进行机动 而这与高超音速武器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